哈嘍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虧的熊 熊哥常常在野外露營 然後車駁停在比較荒郊野外的地方 一到晚上 我們常常會知道燈一打開 就會有很多曲光性的昆蟲飛過來 一來就是一整群 這種情況呢 熊哥會推薦大家購買 RCI他們推出的這一款驅蚊的景觀燈 它不僅僅呢 可以做景觀的這個照明 然後也可以驅蚊 就是它的波段不會讓蚊蟲感覺就是它的驅光 它的這個波形 我們來看 而且它的這個外殼不是玻璃的 很安全 它是用塑膠 強化塑膠的 好 我們現在打開來給大家看喔 熊哥現在先把它圍了一圈 我們在野外 我們圍了一圈 我們打開 哇 超漂亮的有沒有 很漂亮 而且亮度很夠 它不會說有些驅蚊燈它不夠亮 你看我們的亮度非常的夠 而且也不會刺眼 這種燈開了以後 蚊子跟昆蟲趨光性的 它就不會靠近你的這個燈光的附近 有經驗的人都知道 一般的燈一打開 上面 都會飛一整群 哇 蚵啊 然後蚊蟲啊 金龜子都會飛過來 這種燈不會 我們晚一點 我們熊哥今天會在這邊野搏 就會一直開到差不多12點多一點 我要睡覺的時候才會關 我們等一下呢 就來看會不會招來蚊蟲 好 現在我們先來煮飯 好 熊哥呢 現在已經吃晚餐吃到一半 現在已經8點多 我們從天暗6點到8點這個燈一直開的 我們現在來看 它旁邊幾乎沒有任何昆蟲在圍繞 幾乎沒有任何 所以 熊哥會推薦這個RCI的這種 屈光性蚊子的 這種LED燈 是 非常 推薦 熊哥非常推薦 好 我們現在呢 已經來到晚上10點半 這個燈是一直開著的 我們來看 現在這個燈旁邊幾乎沒有任何 屈光性的昆蟲 在旁邊飛舞 它的效果是非常的好 熊哥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牌子是台灣RCI的 你看 整個效果是非常的好 好 這一集呢 熊哥實際測試到這邊囉 掰掰